我越开越害怕 你知道吗 我受控制 看到这四把柚子了吗 后面四个小钢套 对 都是我冤重朋友 我们可以随意拿一辆体验一下 那我要这个 A45 你不能拿去 那就mini也喜欢 我也蛮喜欢的 你只能拿这个 只能拿后面这个宝马的 这这啥M2吗 这是M2C 这M2C 对 反正我不认识 我不喜欢这个 不 这个已经跟咱们有点关系了 这车一年亏二楼 亏二楼什么时候买的 七夕姐 那么七夕姐你不给我买礼物 这就是给你买的礼物 滚 什么朋友 是 你俩是吧 愿重朋友啊 这边说 你为什么不换灯 我腿有毒瘾 期限要换灯 1 2 3 走 换灯 换灯 不行了 是不是感觉很可怕 它这个 是不是感觉很可怕 是不是这种后驱感觉跟四驱的完全不一样 确实 卧槽 我点害怕 我靠 我靠 我点害怕 虽然前面什么车都没有 我靠行前头那个车 我越开越害怕 你知道吗 我操 我操 他不受控制了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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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受控制 他刚刚滑了 这才410匹 我操 我操 方向完全不能摆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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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路就不能再 就要开始踩 刹车了 它就要开始踩刹车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再不开 哈哈哈哈哈哈 知道什么叫Mpower了吧 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是晒子这个脸上出油呢 还是就是 真的是出汗啊 啊 正常行事感受 咱们去开放路面 正常行事感受一下吧 OK 咱们去正常的这个 让我讨厌的城市路面 对咱们 这个现在 根本不够长 根本不够 不够长 确实不够长 好遗憾 你这车普通开如何 没有任何问题 我是 其实已经习惯了 就是这个性能车的这种开车的方式 就是我要走的话 我就会猛踩一脚 包括就是超车啊 或者是日常行事当中 你发现没这个车 不像一般的性能车 会有很严重的顿促吗 没有 没有 现在我在加速 没有 但是我们是可以听到它换脑的声音 但是感觉不到它 我说实话 这避震确实有点硬 感觉所有的路面上的顿促 都穿在屁股上 我已经习惯了 真的硬 我觉得OK 这个避震我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就是一个座椅 赛车座椅这种感觉 硬毛毛不舒服 我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赛车座椅没有 既没有通风也没有加入 OK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车啊 就是我个人感觉的 就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 如果假如说你现在就是这种 就是自己设的一种预设 对吧 全员场也没什么声音 其实也还好 对吧 但你要如果像刚刚一样 对确实没有什么 你如果像刚刚那样 你开开那个就是运动 运动模式 你再感受一下那个声音 差距很大的 已经安静非常多了 是不是 它是首先 我觉得它这个车是一个 单本的一小车啊 你日常行驶过程当中 它的体积也不算是特别大 然后你在日常的这种路途当中 去超车啊 穿啊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往哪里停啊 都很好停啊 它这个才1.6吨呢 又小又轻 轴距也短 现在的这个样子啊 就是不是那种 现在已经变化为大鼻孔的样子 我其实比较满意了 我很害怕那个大腰子 新的那个是两个小胡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前脸的话 我觉得灯也蛮好看的 是这种就是方形的这种 它的这个灯的线条 是这种有棱有角的 我还比较喜欢 这一款现在只有410匹 M2C雷霆版 是当年最顶配的那个版本 但是新的M2还没有C的 就已经有460匹了 直接被刺50匹 所以这个车一年之内 这就降了20万 那我觉得还是买这辆车合适 是吧 第一任车主买这个车 得接近80 77万80 这个小车它是 19年的 20年上的牌 到三年 19年 三年 已经降到这个价格了 现在我买的时候40多点 这个车的公里数 我看也不是很大 对才3万多公里 这太香了 对吧 这车的确实 你要想40万 你能买到一个6缸后驱M power 对吧 装的上一代M4发动机的M2 我是还蛮喜欢开车 我喜欢 我喜欢就是开着性能车在路上 然后去错车去超车 甚至是就是我们开上山路 然后再弯道 然后你加速 然后你又急速的减速以后 你过弯的那个 你自己所想走的那个线 完全这辆车可以贴合你的那个线的时候 那个感觉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你跟我讲这台车是给我买的 我要不是再开车就给你两巴掌 确实是我摸过的车里面 就是比较凶的车子了 然后一脚踩下去的时候 确实不受控制 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优点 优点吗 优点 你这么说吧 你觉得它有没有缺点吧 你当你喜欢一辆小车 想买它回家 跟它玩的时候 它哪来的什么缺点啊 那 要不然 卖了 对啊 快卖 快点卖掉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期待摸更多好玩的小车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好 好